最近Marvel的電影《黑豹》的演員因為不敵癌症而逝世 之後被發現原來他已經患癌多年 一直以來的電影拍攝他也是強行死頂完成拍攝的 這件事有人認為他的意志力是足以令人敬佩 但亦有一種說法說他這種隱瞞病情的做法是很自私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以前解物我是Sigma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說說這位演員的過世和他引起的爭議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創作的話歡迎你成為我們的頻道會員 或者透過影片簡介和結尾的PayPal贊助去支持我們的創作 在各位成為了會員之後 請你Message在IG或者Facebook Fan Page去加入我們的Discord Group 我們每個月都會有頻道會員的私人直播自私談 我期待在Discord群見到各位 你的加入是絕對有影響力絕對會影響我們的創作的 近日黑炮演員Charlotte Boseman因為大腸癌細細 引來大眾一致的哀悼 這個演員由他在42號全棋裡 曾經出現的第一位黑人範球員Jack Robinson開始 來到今天他成為Marvel影院裡面不可說他的黑炮演員 Charlotte Boseman的努力可以說是有目共睹的 但很可惜他在2016年的時候被確診了大腸癌 但是這個演員一個人把這個消息壓下來 並且是死頂著完成了這麼多部Marvel電影的拍攝 裡面當中包括了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黑炮, 復仇者聯盟等等,能夠在癌症的困擾之下堅持完成拍攝 以及後面Marvel勞心勞力的宣傳過程 當中包括無數的訪談工作 實在令人非常佩服他的意志力和鬥志 但很可惜,最終超級英雄不敵癌症 在前排不敵病魔就過世了 本來因為出色的演員不敵病魔細小 是一件很令人遺憾的事 但這位演員過世的消息 就帶來了些許的爭議 在The Avengers裡面飾演緋紅女巫的演員 Elizabeth Olsen 就因為沒有在黑炮過世後發布一些悼念的文章 被粉絲討伐,而她的IG也因為這樣而關閉了 不過說了這麼多,我們還未說到今天討論的主題 近日有Facebook的Fanpage發文表示 相比起所謂的抗癌鬥士,Thoric Boseman的行為實際上非常自私 按照這篇文章的說法,作者認為Marvel在電影中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和資本 但就因為Boseman對於病情的隱瞞而完全不知情 甚至他們在Boseman病世之前一個小時 Marvel才收到消息,知道對方患有癌症 文章的作者指出Boseman的行為非常自私 為了自己可以獲得角色和完成拍攝 他在今年初病情加劇的時候依然是故意隱瞞 是沒有跟其他人說他的病情的 而這一刻Boseman的死影響了未來的電影拍攝 影響了片劇、導演和諸多其他演員的拍攝 而大眾的語論居然對於一個這麼自私的人一片讚賞 覺得你這麼自私的行為也是這麼感動 文章的作者對於這一點是很不滿的 在這篇文章底下也有很多罵戰 很多Marvel fans對這篇文章表達不滿 認為文章的作者消費死人,覺得作者很幼稚 連Marvel還未說話,作者憑什麼說話 他們也提醒這篇文章的作者 在死之前記得提醒公司等等 我必需要說,裡面有很多留言 相比起正當的駁斥,是更加像一般的情緒發洩 戰力簡直可以說是慘不引導的 但作為一個觀眾,我又可以理解這些粉絲的想法 所以我在這裡會稍微歸納給觀眾 希望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過程一起思考自己的想法 去反思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注意,今期的影片是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的 有的只是價值觀之間的碰撞 無論你想站在哪一邊都會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所以在這篇影片下面留言的各位是不需要罵戰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理解 由於現實中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例如Marvel在選角之前,到底知不知道黑派患癌 而結果來說,Marvel又不是真正虧損等等 討論這些資訊性的內容和我們想要的思辨 其實關係不大 但實際上這些細節位又對於大家判斷這次事件 是有著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今天會脫離現實來討論一個隔空的狀況 假設今天有一位演員是長期玩過疾病 但他堅信自己可以勝過這個癌症 他認為癌症是不會影響自己的拍攝 以及不會影響自己的表現 裡面當中包括了為了角色需求 所需要做的Body Shape的素形 而為免片傷因為健康理由而淘汰他 這個演員選擇隱瞞這個病 而最終這個演員獲得了這個角色 而拍攝開始了 疾病也影響不到他的表現 拍出來的作品也很受歡迎 他會覺得很棒 於是他接更多個戲 最終他是名成利咒 但在他的事業 即將踏上巔峰之前 他的病忽然惡化 無論他怎樣努力 都打不贏病魔 最終過了身 以上這個故事 可以說是目前這個案件的一個寫照 我想這位演員很值得同情 而他環抗病魔的精神 也令我們很佩服 但我們試一下 由另一個角度切入了 這次我們在片生的角度切入 今天你是一間電影製作公司的員工 你的工作是幫公司選一些潛力的演員 由於經濟壓力 你很需要這份工作 今天你老闆打算投資這部電影 他們打算組成一個電影宇宙 電影和電影之間 是會有一些很緊密的聯繫 一部炒了 就會影響其他作品 所以每一個角色都很重要 公司背後是會面對投資者和股東的壓力 所以這一點是不容有失的 而今天你看到一個很有潛力的演員 經過了考驗之後 你選了他做這個演員擔任主角 最後演員表現得很出色 拍出來的作品也很好 電影也很成功 雙方的合作愉快 於是你們就簽了更多個合約 當你在準備拍攝下一集的時候 那位演員忽然間說自己還岩 然後在一個小時之內就死了 結果為公司帶來了大量的損失 這時候你就知道你糟糕了 因為在選演員的時候 你沒有察覺對方隱瞞你 在為公司帶來虧損這件事上 你的責任是很大的 為了向股東和投資者交代 你就即將被人解僱 失去你唯一的收入來源 那這個時候 你會怎樣看欺騙你的演員呢? 以上這對文字不一定是事實 但它可以是Doctor Strange所說 這麼多結局中的其中一個可能性 而這件事發生的機率也不低 因為在這個平衡宇宙中 演員的行為傷害了這位幕後工作人員 並且搞到他失去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 這位演員可不可以說是自私的呢? 講到這裡 我想可能會有觀眾留言說 你沒有發現他有病 這個你不專業 是公司自己的責任 這裡我不否認公司是有責任 但這一點不是那些SJW 經常提到的檢討被害者嗎? 這間公司當然是需要進步 但本身去選擇騙人的演員 責任肯定是更大 而他更加 是不可能被當成英雄的歌頌 講到這裡 各位想由其他演員的角度 還是片商的角度來探討這件事 我個人是沒什麼意見的 但由一個現世的角度來講 這件事件當中 很明顯地牽涉到欺瞞 甚至是詐騙的元素 如果我們說詐騙 是用一些不誠實的手段來獲取利益的話 用一些不誠實的手段來獲得一個角色 當然都可以說是詐騙的一種 在我們這個平衡宇宙的事件 很明顯是這位演員 騙了片商 然後賺出了大量 包括金錢和明星在內的利益 很多人是會拿Paul Walker和這件事來比較 認為兩者都遇到意外 但其實兩件事很明顯有差距 相比起車禍 癌症的過程比較長 而患者也有多次去坦誠事實的機會 說到這裏 我想我會同意這篇文的說法 這位演員用欺瞞的方法來獲得角色 無自於電影中其他工作人員的努力和利益 這種行為絕對可以說是自私的 如果有觀眾認同這位演員去隱瞞癌症這個行為的話 我們必須要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同樣是隱瞞 如果是混亂婚姻的關係 一位丈夫在婚前隱瞞自己患有癌症的事實 或者隱瞞自己有性病 在結婚之後 忽然間因為病成惡化而她死了 請問這位抗癌英雄 是否同樣值得歌頌呢 而被欺瞞的另一半 她的青春和時間又要由誰來補償呢 所以這一點就是為何婚前檢查這麼重要了 婚前檢查 可以在結婚前確定雙方的健康情況 對自己和伴侶負責任 我感覺到在這個位置 我可以接一個婚前檢查的廣告 有興趣的廠商歡迎你email跟我聯繫 我說回正題吧 黑豹的確是自私 但我想 我沒有辦法像文章作者那樣 對這位演員作道德批判 因為對於一個幻想癌症 知道自己命不長的人來說 趁自己還有命的時候 盡可能留下一些偉大的作品 絕對是一個可以理解的行為 即使你的行為好自私也好 自私是人的本性來 或者這麼說 對於任何生物來說 確保自己的利益 永遠都是最優先的生存守則來 也有什麼前設 犧牲和奉獻才會顯得偉大 但我們在歌頌美德的時候 是不是也應該提醒自己 武道德才是動物的本能呢 黑豹的行為是錯的 這一點是毫無疑問 但一位可以在癌症 不斷侵蝕自己的肉體和精神的時候 堅持完成多部電影的拍攝 而當中也要為角色保持一定的身材 以及在劇集結束之後 不免不一的宣傳 這個人的毅力和意志 都肯定是非常驚人 我想在這一點上 他絕對當得起《超級英雄》這四個字 我曾經聽過一句說話 我們一批判自己的時候 往往是會按照自己出發點的輕盤 但我們一批判其他人的時候 就會按照對方的行為來去嚴懲 Boseman的行為是錯的 但他的出發點我可以理解 對於這篇文章所說 因為Boseman很自私的說法 我是認同的 就是我依然很佩服Boseman的意志 和他拼搏的鬥心 我自己都是氣空的長期患者 我想我頻道會員應該都知道這件事了 而也是因為這樣 我才會更加佩服這位演員 不放棄的鬥志和他的毅力 今次這條片的最後 很感謝各位頻道會員和訂閱者 明知道我患有病患 但依然持續關注和課金支持我們的頻道 沒有各位一個頻道肯定是支持不了下去的 今條片到此為止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Boseman的行為呢? 請各位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知道今天的內容是有點爭議性的 希望各位在留言區發言的時候 保持理性 不要人身攻擊其他觀眾 因為君子和而不同 今次這件事是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的 雖然我怎樣都說不上君子 但我想我們可以試一下在這個方向走 今條片到此為止 我們下期再見 你認不認同他的行為呢? 你覺不覺得他這樣做為自私呢?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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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一期再見 我是下期再見 如果這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你跟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